1994年徐克摩改了梁柱 却席卷港圈各大奖项 祝英台成了学渣混混 梁山博还帮忙作弊 老师更是上课穿吊带裙 当官的画着大农装 梁柱的故事一次次被翻拍 但这一版 成了无数人心中难以超越的经典 为攀上马太守做亲戚 祝老爷费尽心机定了亲 可英台虽是大家闺秀 却琴其书画样样不通 弹奏古琴时把琴弦拽断 一句诗也读不出来 有丫鬟作弊也只能说什么什么 他写字时把墨水见了老爹一头 把祝老爷背弃的面目 这女儿怎么贱人呢 祝英台哪怕脚上绑着绳子 走起来都没有若风俯柳的小姐样 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祝母打算把女儿送进书院 让他多受些师叔礼仪的熏头 他给了英台一套自己曾用过的男装 让他女扮男装上学去 但在出门前让英台必须遵守三个誓言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不能爱上书院中的男子 假小子祝英台走上求学之路 他旅途的前方 有个翩翩少年郎 少年席地而坐 抬手抚琴 他就是梁山伯 夫子痛替山伯弹琴缺少情感 就在这时 带着一大队奴仆的英台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梁山伯抬头正巧与女孩四目相撞 这一眼就以为他们定下了缘分 那个眼神干净的女孩 就是教会山伯情为何物的人 院士夫人是祝母的就相识 他一眼便看出了英台是女孩 为了不让英台暴露女儿身 便把禁地文库分给了英台主 夜晚英台抱着行李来到文库 正准备歇歇 耳边却传来一声叹息 英台裹紧的衣服缓缓后台 却正好撞上了 佳克学习的梁山伯 梁山伯家境停寒 为了在科举中出人头地 只有经常溜进文库熬夜谷 可擅闯进去文库 被发现后会被逐出书院 山伯请求英台替自己保密 然后灰溜溜的 收拾东西离开 英台看他可怜巴巴的 而自己人生必不熟 正一个人待着害怕 他叫做梁山伯 你在这读书 我在这睡觉 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 伴着山伯低声读书的声音 英台沉沉入睡 第二天英台被上课钟声吵醒 慌慌张张地跑去课堂 发现敲钟的正是梁山伯 他做鬼脸逗山伯 山伯也回应他 两个人玩得不亦乐乎 英台从未显摆过自己家事 可老师知道英台住在文库 普从还很多 就势力地让他坐在前排 这让同学们非常不满 纷纷冷落英台 不顾人们冷眼 热心和他相待的只有山伯 一天山伯又在文库堵到身边 英台见太晚了 半睡半醒间留他在文库不宜 可话刚说出口 他就被自己吓醒了 万一被山伯知道自己是女儿家怎么办 他红着耳朵捧来一碗手 放在床铺中间 和山伯约定谁弄撒了就挨对方一拳 小心 第二天 山伯沉沉睡去 英台却辗转难眠 忽然看到山伯伸手过来 他大叫着挥出一拳 第二天 梁山伯眼眶都被打黑了 你看过的眼 昨天晚上都不知道打了我多少拳 哎呦 外部的这么痛啊 你对手说 你怎么不对我眼说 不打不相识 自耐之后 两人更是无话不谈 一向耿直的山伯 甚至会在考试时帮着英台作弊 在英台看小超时 帮他挡在老师面前 可他们的小动作被老师发现了 老师发怒要把梁山伯逐出书院 英台苦苦哀求 和山伯熬夜苦读 通过了重考 终于保住了山伯 英台本是对功课毫不上心 但为了保护自己像换了个人 山伯对英台又多了难言的情愫 可他仍懵懵懂懂 不知道心中这份感情是什么 一次鼓琴课上 老师正在做示范 英台打盹撞到了琴台 发出噪音影响了老师 老师 是我不小心碰到琴了 不是梁山伯 是我 老师勃然大怒 让他们举着鼓琴罚战 嬉闹的同学意外撞倒山伯 把鼓琴摔成两半 贫寒的山伯可赔不起钱 英台二话不说把破琴抢过来 情愿替山伯赔钱 还因为这是被多罚一天 英台怎么受得了这种委屈 从白天站到晚上 不由哭了起来 忽然不远处传来动人情音 是山伯在为他扶琴 在琴声中有浓浓的琴音 是山伯突然开了窍 将一枪爱意化作绕指柔琴 英台也被这份琴声打动了 几天后两人在后山游玩时 偶遇隐居山林的若须大师 他曾经也是书院的学生 在这里和一位女扮男装的女子相爱 但是因为门地部和硬生生拆散了 他因此放下俗世而出嫁 英台一听惊呆了 这人说的正是自己母亲 原来母亲也有过真心相爱的人 可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嫁给马家 不允许在书院爱上同窗吗 科举考试很快到了 山伯要去赶考 英台想到山伯只知道考试 不在意他们越来越少的相处时间 夫妻跑开 他没察觉自己的胸衣掉了 这让山伯捡到了 意识到英台是个女孩子 在中秋佳节 山伯找来了腌制水粉 为英台笨手笨脚地上妆 英台掠尸粉袋便娇俏动人 深深地印在了山伯心里 你一定要回来找我 第二天山伯便挑着行李去赶考了 不久后 英台收到催他回家成亲的书信 他托人赶紧叫回山伯 等了两个时辰 不得不绝望地坐上马车 刚发车终于见到了山伯 山伯 两人十八里长亭相送 英台依依不舍地抱住山伯 你是不是觉得 刚才抱着的是个男孩子 我早知道我抱着的不是个男孩子 他们刚吐露心意 天上下了大雨 两人慌忙躲进山洞 梁山伯心跳如雷鼓 一个人跑出去淋雨冷静冷静 英台也跟了上去静静看着他 你跟着干什么 快进去啊 那就乱跑了 他们在山洞中浅犬缠绵 天地为眉 两人私定终身 分别之际 英台坦白父亲已把自己虚给别人 但我绝不会过门 你要记着 一定要来我家提醒 刻苦读书的山伯考中了 成为一个小县令 他马上赶去住家提亲 好装上马太守家浩浩荡荡的求情队 对比之下梁山伯的聘礼 只有一厢大名 显得愈发寒酸 山伯不怕祝母的冷言嘲讽 好说歹说得了机会见英台一面 英台知道家人绝不会 让自己好山伯在一起 山伯 我们逃走吧 山伯当即舍弃官场仕途 决定和英台一起逃回书院 两人的计划 却被祝福人听得一清二楚 夜晚英台被锁进房间 在后门哭哭等待的山伯 也被当作贼人捉起来 被狠狠地一顿毒达 落下了重病 英台的房门被钉上厚厚的木门 为了斩断女儿的念想 祝夫人登门 要山伯写信和英台断绝来往 山伯咬牙拒绝 你以为愤怒就可以改变 跟英台的命运 你以为很不满 胡人就会忍让南边的汉人 要怨就愿你们生错了地方 生在这个我们汉世没落的时候 人人都这么虚伪 迂腐和势力 要怨就愿你们太多想法 年少无知到了 以为你们不喜欢 就可以改变周围的人 以为靠你们两个 就可以改变这个时代 祝夫人的话字字诛心 她说英台因为她被害惨了 如果不写信 就是在害死英台 山伯只能提笔 脑海里闪过的全是两人在书院相识 相恋的点点滴滴 她喷出大口鲜血洒在纸上 书信成了风无字的血书 祝夫人以为一纸写书能让英台死心 可英台打开后 知道山伯重病难遇 而自己依然无法见她一面 山伯在英台大婚前日去世了 大婚当天 英台脸上涂满厚厚的白色之粉 眼角流出血泪 不像要成亲的年轻新鸟 反而像没有灵魂的僵尸 送亲的队伍受助老爷要求 特意要绕开梁山伯的粉 可队伍走到一半 黄丰大作 黄沙漫天 崩开的山石堵住小窝 硬生生把他们逼了回去 再一抬头 前方正是梁山伯的粉 祝英台知道那就是爱人在的名 亮呛地从轿子上跳了下 她摘下凤冠 脱掉洗服 里面竟然是一身白色麻衣 为梁山伯烧纸祭拜 山伯 我来了 因为我弹的曲子 山伯 我已经填上了紫 无眼到面前 欲云分被睡 我说蝴蝶梦 管你此生此世 肉烧飞过万世前生去 说霸音抬咬破手指 在墓碑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天降咒语 把她脸上的纸粉全部洗去 黄丰又为她披上一层红纱 风云变色间 坟墓打开大洞 英台纵身一跃 与爱人合葬地下 梁柱二人也化作蝴蝶 偏偏飞过万水千山去 电影的编剧里闭华说 千万人中才有一双 梁柱才可以化蝶 其他的只化为鹅子苍蝇 因为古往今来谈情的人多 可像梁柱这般爱的纯粹 爱的决绝者少之又少 这是个让小香无比动名的电影 在结婚率越来越低的当下 好像远离爱情才是理智的做法 恋爱脑是很蠢的事 而女生主动会被看作倒贴 男生主动是舔狗 我们现在社会给追求爱情 增加了许多无名话标签 可谁不想被好好爱着 被坚定的选择呢 爱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事 难以再追求爱 许多时候并非本心 而是太大压力太多无奈下的屈服 小香理解你的不意 你永远是值得被爱的人 累了就回来看看 世界和我爱着你哦